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看看反應是否這麼熱烈 陳先生 Hello 是 你好 請講啊 陳先生 你好 我姓陳的 是 請講啊 這樣啊 我想說說我的意見 根本現在很多行業都不夠人 根本人是奴化了 但是規範了很多人想做還是不做 年紀大那些 如果健康正常 為什麼不讓他做呢 要規定他要什麼時候退休 這些退休年齡要取消 你最低限度 現在說請不到司機 現在你是綠色酸算小巴 你不是退休司機 哪有人做啊 工資又這麼低 那你哪還有健康 你最緊要健康 健康正常的給他做 好像保安行業 又規定拿A牌 B牌 做到65歲 之前是B牌 70歲是A牌 那為什麼要剝術這些人的權利 人家健康正常 怎麼會做A牌 做其他事情呢 好 為什麼不放官呢 好 麻煩你 謝謝 陳先生意見 當然 薪水低也是一個原因 好 聽到還有一位張小姐在這 張小姐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想說 首先我想說回剛才那位嘉賓說 人工就高過租金 我覺得這個也挺離地的 除非她朋友的餐館開在沙頭角 我想說一點 輸入外勞其實十幾年前都試過 那時候就是飲食業 那時候我媽媽也是做流行的 做飲食業的 輸入外勞之後呢 就令到本地的工人 感受不夠競爭 因為那些人工會低一些 外勞令到我媽媽就沒事做了 而之後大家都可以見到 其實飲食業那些服務得服 是完全是很差的 怕肝的 你可能出去吃飯 沒有人換碟 或者你叫過 埋單都要叫很久 現在就是自行出去埋單 那我就是想說 其實不需要急於一時 因為其實政府有做過事情 例如ERB或者那些清展 忘記了是什麼 那些其實呢 都已經是令到很多青年人 去加入這個護理業 其實現在我看到很多老人員 或者那些社會 其實那些護理員 保健員都是剛剛畢業出來 都是二十多歲的 其實現在我已經看到 我有個修正 好 明白 好 那我們先聽到我的電話 因為都比較多電話 鄭先生 你好 是 你好 是 請說 你說現在勞工的問題 當然是嚴重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做裝修 或者地盤來計 我們拿著一個電器A牌來計 我們現在比較年輕的 那些還在做事 都十幾歲了 很年輕的入行 其實少之有少 就算來做也做得不長 所以你說如果一個建築地盤 就是我們的工種不夠人 就劏慢其他工種的時候 變成可能我們要追回公事的時候 就要開工 那你現在做事 就是一天做了這麼長時間 那你再開工 其實雖然說 其實我賺多了一點點 但是對身體健康 其實我們都不是說 那麼遠賺這些錢的 所以你說需要的 如果一個行業 所以需要的時候 政府自然說 當然以香港人的工作優先 那你再說一些我們勞工協助 我覺得都是需要這樣 好 麻煩你鄭先生 好 華先生 回來請教一下嘉輝 說真的 關於勞資的糾紛 有是正常的 證明香港都起碼是 有得討價還價的社會 雖然我們沒有集體談判權 但是關於人口老化 這件事 似乎各界都沒有一個爭拗 人口老人家多了 勞動力可能萎縮 或者他們的生產力可能下降 其實現有 剛才閒仔也提到 現有是有機制的 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呢 就是勞僱會的組成方面 還是那個審核的機制 還是有些行家連弟子都不低 因為譬如你說 三四千宗批 每年五千宗申請 其實這個比率是高還是低 就是見仁見智 我當然覺得低 但我反而驚訝的 就不是成功 而是說只有五千多個申請 這個申請的數字 不是很高 為什麼呢 剛剛電視新聞才說完 新加坡其實的競爭力 都排在香港前面 他們的老公平和我們一樣 他們是百五十 一百十五萬人 我們四千多 我們是高還是低 大家香港市民自己去看 是不是 是否大家 老闆和員工一定是不得大家公平去爭 就是我剛才上一個節目 都說了給你聽 就是那個案子 那個小巴的刑辦商 想叫那個同事為你的態度 不要這樣 他轉頭都走了 他都懶得跟你說 為什麼叫他不得爭 是不是 他要請人也請不到 為什麼不能爭 剛才那裝修的同事 裝修的朋友說給你聽 他們找不到人 在外面市面有些朋友說 不如培育多些青年人 釋放多些婦女 南亞裔人士等等 其實都說了一段時間 每一個行業 我代表八十五個商會香港 批發零售界 每一個商會見到我和我講 都是不夠人 每一個商會都在想 怎樣去培育它們的人 但是你不是十個 不是十個煲九個蓋 現在十個煲可能只有五個蓋 根本你完全要求不到 你這些人 你怎樣可以轉移過來 當然 你將人工炒到很高 那些人過去轉移 事實上在建築行業 有很多人都走了過去那邊 因為你那些集鐵 可能說兩千元兩千多元一天 那些人當然會嘗試去投放在那邊 就是他將自己本身的專業 有些都放下了 他就留在那邊 純粹是為了錢 這個是自己的選擇 因為其實做建築工人 其實他有去一定的危險 但是這個風險的話 我相信香港市民 其實有自己的選擇 等於剛才我所講 就是本來被叫做八個小時 他要自己要求加班 那麼他自己去選擇 正如你剛才說 你負責和近百個商會聯絡 有沒有哪些行業 跟你說他們的從業員 其實那個老化的速度 都是偏快的 剛才黃畢先生提過 那些二十多歲可以轉行 四十五十多歲不可以轉行 我跟你說 黃畢先生 絕大部份現在的建築工人 起碼拿到五十多六十歲 中位數是五十多歲 是不是要起的了 那些小巴那些 你聽到易志明所講 現在的小巴那些的平均年齡 會去到六十七 六十多歲 其實香港人口 我剛才都說了 我們會反過來 越來越年輕 還是越來越老 我們的小朋友 出不出小的錢 大家知道 我和這個人有少許分別 其他人都一樣 我就相信數據 數據說不說 其實將會就是這樣 大家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香港怎麼走 競爭力 你見到剛才電視講的 新加坡排在我們前面 深圳 我寫的說 會很快都排過我們 但坦白說 深圳好 新加坡好 人家的人工 升得不慢 老老實實 是不是我們香港的老闆 又沽學了 其實我們不要回頭 已經有個方法出來了 如果林鄭那些 其實都不是什麼新思維 新加坡做的 不過問題是你緊不緊面對 就是用外勞 剛才蒙先生也說過 如果我經濟論經濟 你願不願意 引入這些人 然後大幅提高香港的福利 但香港的經濟增長 跟勞工福利不成正比 這也是事實 我這樣說 其實我回到去會跪玻璃 大量引入 差不多無限制 大量引入外勞 然後他們的人工 當然跟我們有個分別 然後大幅提高香港的福利 差不多 如果你的老闆 冰屋犯 如果你的老闆 你跟本地人都不分享 你的經濟成果 那你跟外勞 怎會分享 外勞 外勞沒有 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說剝削外勞 我用他們的角度 來剝削外勞 因為如果外勞是自願申請來的 他應該就不覺得 有剝削的 你不要避開我 我的問題就是 你說你的問題 香港的老闆從來都說 香港的經濟增長 跟我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 是不成正比的 即是說得直白一點 老闆賺10元 他的速度 員工是分不得那麼快的 你這件事不解決 你不要理人家賺的 剛才你也說了新加坡的方法 新加坡的方法就是 本地人特別薪金高 然後請兩個外勞 可能一半薪金 或者三分薪金 他有個前提 前提就是 新加坡人的人工的增長 是比經濟增長快 你可以這樣 你有什麼辦法做到 就是本地人 我不是說最好 但是我們這麼喜歡學新加坡 反正我們很多事情 都學新加坡 越來越容易 說話都會被人坐牢 怎麼確保呢 就是用新加坡的方法 就是引入外勞 壓低他們的薪金 然後大幅增加本地薪金 然後…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學新加坡 現在人家有方法 問題是你這樣面貌 我問勞工界 你願不願意 其實黃先生的看法 我想我用另一種演繹 每一間公司請了每一個員工 如果員工的生產值 是低於他的薪金 那間公司是不會請他 當然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他自然的生產力會波 那間公司會賺到錢 所以… 但是請他不等於要壓縮他 不是要剝削他 大家相負相成 第二 香港老闆賺了錢 其實員工不能分享 早幾年 早十年八年 那些紮鐵 七百多元工 現在二千多元工 為何會這樣 我們過來講 是甚麼紮鐵 但他們有工業行動 我們在講一些… 紮鐵就是因為 2007年的時候 十年前 他們搞罷工 之後他們有工會組織 然後代表工人 每年都會跟商會 紮鐵商會 做集體談判 然後有一個行家規定了 最少紮鐵工人 可以獲得多少錢 工資 不會在這個判上判的制度下 不斷被押價 這就是證明到 其實我們需要去改善工資待遇 其實要引入一些機制 譬如集體談判的機制 我覺得再來 你不要亂做Credit 有樓起而已 沒有樓起 你哪有得加工 殺鐵工人罷工的時候 經濟已經復甦了好幾年 但是工人仍然感受不到成果 才走出來罷工 不好意思 很簡單 我想說一句 孟先生 我不會和你回答 要做個總結 所以討論的氣氛相當之熱 沒錯 或者勞煩 閒姐先 我們時間有限 我想我們在不同的軌道 討論的問題是困難的 我想對黃先生經常說新加坡 新加坡有什麼制度呢 我們很早去新加坡訪問 CPF 體育保障 人家做了 總屋 新早做了 人家有一系列的其他制度 是新加坡做了政府 當他輸入我們勞工的時候 新加坡人都很不喜歡的 那時候大約十幾年前 但新加坡就說 我答應你 當有這批人的時候 你們的技術提升你們 有另外新的作品給你 是這樣的 現在不是我們這樣說 我進了一些外地 壓到死死了 我聽你說 壓到死死了之後 那香港那批人沒有什麼做 扔了大海樹 喂 鯊魚 這是一個問題 即是不能夠政府 這麼無責任心去看這些問題 即是我覺得 我們要同一條路才談 如果完全大家這樣說 你只是抽張 段章出去拿新加坡 你不看回新加坡整個制度的時候 是很難去談得到 黃柏你是不是可以有些 我想其實我和咸姐 不是分歧那麼遠 問題就是說 即我用他們的言語 在勞工界剝削外勞 來去支持香港人 即我誇張說到 即直接不用做了 即我找外勞來做些事情 然後派錢給你們 即是這個最極端的例子 問題就是 即你取不取捨到 你勞工界 即你的工會 能否放低這些意識形態 問題就是 其實這件事不是沒有何處 其實我覺得是絕對有何處 因為長遠來說 其實是對年輕人是好不好 因為基本上就是 他沒有什麼做 就只是拿政府福利 那這件事 本身是我非常之反對的 但是我又覺得 始終有些人就是 他要厲害他就會厲害的 他是要滿足於拿政府福利的 他覺得這樣就滿足的 那你就任由他這樣 即我這個 我都說我很大代價 我應該回到學會會跪跪 明白 不好意思 阿蒙先生 我就覺得 講輸入外勞的議題 即我覺得 現在已經有一個機制 你必須要尊重現在的機制 因為在過程裏面 其實是有兩個原則 是必須堅守的 第一就是說老闆是證明不到自己請不到人 那他必須要經過登報的程序 諸如處女 第二就是說 他的待遇和條件 是不應該低於本地工人相對公眾的 那如果你沒有了這兩個原則的話 你不去守住 那變成呢 老闆就會利用廉價的勞工 透過輸入外勞去壓低薪酬待遇 甚至乎是令到本地工人的飯碗打破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有很多商界 和政府又不斷在那裡和應 那就是大家在那裡撥就是說 香港勞工短缺很嚴重 或者是人口持續下降 勞動人口 那我覺得那個問題呢 就是沒有去看回事實 剛才其實都不斷有問到 我們有五千多宗的申請 其實大部份是獲批的 經過一個審批的程序 有三千八百宗是獲批的 那其實為什麼 如果好像邵先生所說 那麼多人請不到 那麼多老闆請不到人 為什麼不去勞僱會遞申請呢 是不是連想登報 招聘或者提供一個合理待遇都不願意 覺得自己經歷不了這些審查 因此就連申請都不想申請 就想開一個後門 大量去輸入一些嚴價勞工呢 所以這個是勞工界很關注 和憂心的地方 明白 嘉輝 我也是重複說 數字五百人 是不是 即是你說什麼機制都好 現在就是告訴你 人家一百一十五萬的外勞人口 我們香港就只有四千多 你那個機制有什麼方法 令到那麼少人呢 我想其實政府是要想 第二的話 就是 輸入外勞 我已經重新再講了 其實現在香港那些姐姐 其實都已經是 你試一下 現在香港那些姐姐 全部那些三十五萬沒有了 我想全部那些女士 很多都要回家 她本身那四萬 我講兩萬五元男人 兩萬元的媽媽的人工的話 可能家庭就只剩下兩萬五元 這個很簡單的經濟縮小給你看 她明明可以擴大自己賺錢的經濟 就是有人幫她忙 她就可以多賺兩萬 你沒有 她被迫著她回去 香港你放大 我們同樣是一樣 我們有生意 我們也做不到 各行各業 其實現在都面對這些問題 是 剛才阿嫻姐講 就是我想 還有一件事 對市民來說 通脹其實是會上的 就是阿嫻姐講 因為其實麥當勞現在 其實那些餐廳 11元的包 我想其實香港市民知道 其實現在外面吃東西多少錢 我不需要再多解釋 還有我們都不是 每天都想吃11元的包 這個不是我們想 我們香港市民正在做的事情 對我來說真的不太明白 就是經常用外傭做例子 我覺得正正反映到 我們不是反對輸入外傭 我們沒有人反對輸入外傭 因為那個勞動市場沒有重疊到 因為不是有很多本地工人想 或者願意去做全天候的 樓宿家庭用工 所以我們沒有反對 不好意思 可否再說一句 我用回數字 如果邵先生這麼尊重數字 我就以它零售業 我是零售業的 我本身是公會的監視長 我們零售業 你會看到 失業率是去到某個數字 但那行業裡的失業人數 有很多人 這些數字是政府單路 我想邵先生拿出來看 全部都只剩下各個行業 我可以回應這個 你看到昨天盧福局走出來 說他跟社聯的數字 他都不跟土地處的數字 因為其實 為什麼他跟社聯的數字 因為他自己都不相信 土地處的數字 我自己在行頭告訴你 是說六七個百分之零售的人 我們就是批發零售家 的確是不同的行業 有不同的問題 我們等到施政報告 吹了那麼多風出來 施政報告應該一定有著墨 在這一部分 看看能夠開出來 究竟是怎樣 沒錯 Hidy 說勞資或輸入外勞等問題 故之前很大爭議 不過我們也要記住 有很多數字都是真的 包括香港外勞的比例是特別低 或者香港批核外勞的成功率 也不算特別高 不過有個事實就是 包括我們的社會福利 或者集體談判權等等 這些前提都不存在 是不是要有這些前提存在 我們的勞工界才有空間 讓他們回船 都值得特首和整個社會去思考